有位老板娘询问 从事窗帘业的她 该如何找到新客户 我认为 与其烦恼如何找新客户 何不反过来想 如何让新客户自动找上门呢 可能是职业病吧 由于时常接触搜索数据 我看到处处是商机 单单雪龙区内 每月大概有三十多千人 上网搜索各类型的窗帘设计 既然有那么大的需求量 为何不直接上网对接 并满足准客户的需求呢 她顾虑到上网找生意的话 怕不够某大公司竞争 指的是本地那某某窗帘连锁店 朋友 请你们看看 荧幕上的搜索数据截图 前三十个最多人搜索 和关心的keywords中 除了只有IT了 就没其他品牌出现榜内 甚至前一百最多搜索关键词 也找不到本地其他公司或品牌 她的担心 可以被理解为缺乏信心 我认为 身为老板要做生意 就别怕竞争了 Anyway 这种老板不适合成为我的合作对象 因为即使我帮了忙 到头来还是问题多多的 懂得都懂 欢迎想争夺市场 提升品牌知名度 不怕竞争的商家和厂家与我合作 我服务的客户 自从一起配合后 他们的生意 从serio变hero的成功案例也不少 如果你期望更好的营销效果 欢迎比较我的营销服务 好了 还想知道什么行情或搜索数据 欢迎私聊 今天不是这个人組合 我不光 花来 凡 感谢观看